一代君神刘伯承天不怕地不怕 却唯独因为一件事折磨痛苦了大半辈子 直到临终前的最后一刻依然死不瞑目 这件事就是 他的二女儿在六岁那年离奇遇害死亡 凶手却始终下落不明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百度搜索刘伯承女儿 了解更多事件细节 在这点个三连马上开窍 1945年 刘伯承和妻子准备赴约前线战场 将儿子刘太行女儿刘华北 安置在延安的中央托儿所里 可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别竟然是永别 延安中央托儿所的成立 主要是负责照顾我党 前线将领子女和烈士遗孤 一来是帮忙照顾孩子 解决后顾之忧 二来也是保护孩子 以免落入敌人手中 在艰苦而又漫长的战斗岁月里 托儿所中成千上百个孩子 都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 可唯独刘伯承的女儿刘华北 却在六岁那年不幸遇害而亡 在托儿所中 每天都会进行早晚点名 可有一天早点名时 向来动作利索的刘华北 却迟迟不见踪影 保育员走进屋内 喊了好几声 华北该起床了 可他依旧蒙着被子一动不动 保育员觉得不对劲 立马上前掀开被子 可眼前的一幕 却让他彻底惊呆了 刘华北在床上身体僵硬 浑身是血 腹部还被人用刀子弯去了一块 得知女儿遇害的消息 正在前线作战的刘博成夫妇 瞬间愣在原地 刘博成更是连续问了好几遍 这消息准确吗 可都得到的是同样的答案 将军中事务安顿好 夫妻俩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延安 看着女儿小小的身躯躺在那儿 昔日的活泼朝气 如今只剩一片冰冷 追问驰骋杀场的大将军 再也忍不住当着众人的面哭了出来 在调查过程中和刘华北同住在一个摇洞的孩子说 夜间有一个叔叔头上包了布 拿着手电在华北床前 华北说叔叔我认识你 那个叔叔说你不要吵闹 我给你饼干吃 后来就不知道了 根据工作人员和孩子们的线索 组织上展开了周密的调查 可却始终没有结果 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也成为刘博成夫妇心中永远的痛 1986年 病重中的刘博成元帅躺在床上 再次提及了女儿被害一事 尽管已经过去了40多年 可他依然十分难过 女儿的案子没能破 我是死也不瞑目啊 尽管此事已经成为悬案 可刘博成的心中却早有定论 他将凶手锁定在了国民党中战争时期 国民党频频安排特务潜入我军 获取情报暗杀官员 而将领家属子女也是他们的目标之一 希望趁机打击我军胜利的节奏 可女儿的遇害并没有停止刘博成征战的步伐 他强忍丧女之痛 重新回到战场上 与国民党军展开了厮杀 迎来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留言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